作詞 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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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光閃爍 小小舞臺 一幕幕精彩故事 時光千年 無窮天地 一場場愛的記憶 冷干大雨 可爱将军 真情感动天和地 后一生日 功劳夫子 爱心呆呆在传递 多灿烂和美丽的世界 妖妖的手拿着手像梦想成绩 小小一个爱的舞台 有红有云有奇迹 将我们的爱挥成海洋 让我们肩并肩的快乐成长 感谢又爱又阳光 把爱散向这世界上每个人的心理 我爱你 问你们 如果一个女孩去从今打仗 你们觉得这个女孩得是什么样的 肯定是胖妞那样的 八个男的都打不过她 你怎么来了 胖妞 你温柔 动人 美丽大方 陈湛 你笑死我了 你笑死我了 如果这个女孩是很娇弱的 那个 那我都不知道了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 有个叫花木兰的女孩就是这样 告没告错 又来 看我的 我的前面 你的后应 明白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木兰兄 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疼 完了 你都伤到感觉不到疼痛了 木兰 你可不能死 别哭了 难听死了 都干掉了 都干掉了 无休 不错 走 回云罩 你 你没事 为什么 我明明看到你被刺中的 怎么都不流血 多亏了你啊 木兰 你这么骁勇善战 你就是我的偶像 你别这么崇拜我 你是我最崇拜的英雄了 你被刺中胸膛都能忍下来 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跟你上点药 我这里有祖传的秘方 保证你的伤口很快就会好起来 你带小伤 没什么大碍 还小伤呢 别客气 赶紧让我瞧瞧 谢谢你了 我要是有事情肯定会找你的 太能忍了 太勇猛了 不行 我要采访一下你 别采访了 赶紧睡觉去吧 我也累了 那好吧 多亏了爹爹给我的防身银牌 爹爹 是你在保证我吗 不知道爹爹看到的月亮是不是也这么远 我只想赶紧打完仗 回家看望爹爹 爹爹我想你了 爹爹你为什么会爱声叹气 现在官府正在征兵打仗 如今征到咱家了 我年老体衰啊 爹爹你别发愁了 我替你去打仗 你别忘了 在我小时候你还教过我武艺呢 木兰 你一个女儿家怎么能去呢 爹爹你等一等 爹爹 你是 木兰 爹爹你看 你都认不出来了吧 你想 Annties 放心吧 爹爹 这是我们的船家宝 你把它带上 爹爹 Pull up 爹爹 放心 你给我上 同啊 上 爹爹 你是木兰 我肯定是太想你了 又出幻觉了 爹 你没做梦 是我回来了 木兰回来了 爹爹 我给你说过的 我会平安回来见你的 回来就好 让爹好好看看你 瘦了黑了 都大变样了 爹都认不出来你了 爹 我才是木兰 爹姥姥 眼睛花了 我说你怎么出去一趟就大变样了 这位是 对 这是我的战友 小五哥 大叔 你这儿子可不得了 战场上他最勇猛 皇帝给他金人珠宝 家官禁绝他都不要 他就是想早点回来看你 儿子 你说他是我儿子 不然呢 侄子 不会是孙子吧 大叔 您看起来可没这么老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木兰兄 没想到你还有这爱好 够上戏台的了 什么这爱好啊 我们家木兰啊本来就是女儿身 大叔 您再开玩笑吧 我们家木兰啊可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 那年官府还征兵 征到我们家了 我爹年纪大了 我只有你扮男装替付从今了 啊原来这样啊 木兰这些年多亏了你们这些战友照应啊 大叔 您家肯定有传世绝学吧 您可要教我几招哦 传世绝学 是啊 有一回我跟木兰遇到敌人袭击 我眼瞅着那刀狠狠地砍到了木兰 可木兰却什么事都没有 您肯定把金钟赵铁不山的路夫交给他了 木兰受伤了 金钟赵铁不山就是这个 木兰 这么多年了 这银牌你还随身带着呢 爹爹 多亏了您给我的这个宝贝 敌人那一刀下来 偏巧不巧的正好刺中了他 这不救了我一命 原来你有这种防身宝物都不告诉我 害得我担心 你懂懂 木兰 没想到你竟然是 你骗了我那么多年 无凶 真是不好意思啊 小五 那我也给你一个 这可是一对 有机会儿哦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你又知道什么了 我知道娇儿的女孩为什么能从今打仗 为什么 是为了亲人 为了爱 只要心中有了爱 无论多么弱小 都能变得特别的强大 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你心中有爱 而且很强大 是不是 这么有爱 你就要会个胖妞 要亏我的玩具 每次我也要她都不给 啊 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